好,我们接下来谈谈 现在国际军事上的变化 俄罗斯目前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边界 集结了部分的军力 但是这个兵力真的是不多 不多 几千个好像四五千个真的是不多 但是威吓性很大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武器是比较精良的 而乌克兰以实力上来说 当然你绝对没有力量去抵御俄罗斯 这个是也确定的事情 所以乌克兰现任出生于YouTuber的总统 他就不断向欧盟去提出 应该是说还有北约组织提出 必须让乌克兰加入了北约组织 才能让乌克兰免于战火 但是这个想法你要达成其实是有困难的 各位你知道吗 为什么?首先 乌克兰对于北约组织并非有很大的利益存在 北约组织是什么? 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战略组织 谁去攻击了北约组织的成员 整个北约组织都要针对那个敌人回击回去 等于是说如果乌克兰去加入了北约组织 那么只要俄罗斯去打了乌克兰 整个北约组织包含了德国法国这些欧盟国家 都得跟俄罗斯开战 请问一下全部加在一起你是一个俄罗斯的对手吗 对不对 整个北约加在一起都不是俄罗斯的对手 只能形成上一个军事上的一个同盟 然后跟俄罗斯对号 我打不过你是没有错 但是你打我你也不会无伤 对不对 不要说尖敌一千自损八百了 你拿一千兵力来看 你至少损三百吧 对不对 所以是说在一个对峙的状况来看 所以说乌克兰 他拿什么去加入北约组织呢 他有足够的实力吗 对不对 所以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德国为首的这些北约组织还有欧盟国家 他们为了取得能源的选择性 他们会接受俄罗斯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 这根管线可以让德国不受美国天然气的依赖 还有其他地方天然气的依赖 因为德国需要很多很多的一些能源进来 因为他们国内是没有核电厂的 成为让他们有更多的一个能源公寓的选择权 说到这一个 各位你要知道光在2017年德国的天然气 跟俄罗斯采购的这些数量 就已经达到德国所需要的40% 所以说你说德国跟俄罗斯他们一直要对抗 其实实际上他们是很需要 俄罗斯所提供的天然资源 而乌克兰有没有提供天然气 也是有 但是乌克兰的天然气是来自于什么俄罗斯给的 然后他再去出给到别的地方去 而俄罗斯的常年对乌克兰的 的这个里面有一个很不满的地方就是 只要经过乌克兰的天然气管线 里面的天然气的出气量就会减少很多 你进去可能给他100 大概出来变成95 其他5%跑哪里去了 不知道 乌克兰表示 你不见了关我什么事 我也没有拿 对不对 不见就不见了 当然讲是这样讲 但是数字会说话 对不对 这个还蛮明显的 就是乌克兰他可能就有偷气的问题 而相对而言俄罗斯只要完成北溪二号 然后停供乌克兰天然气 那么乌克兰再也没有天然气可以使用了 乌克兰的能源是完全需要仰仗俄罗斯的 但俄罗斯可以直接供给了欧洲 欧洲国家 那么你乌克兰你还有什么样的重要性 去针对这些北约组织或者是这些欧盟组织的 对不对 那更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基本上乌克兰国内 他也是有亲俄罗斯的团体 而且这个团体还不小 这个我们从乌克兰他本身的语文 跟他们文化程度都知道 他本来就是彼得大帝的属国之一 在乌克兰境内 他们虽然有当地的语言叫做乌克兰语 但是百姓大部分大概有至少应该有50%以上 都是讲俄罗斯话也就是俄语 这个乌克兰语在当地甚至不是官方语言 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样 所以说为了乌克兰有没有可能会跟双亚战争里面的什么 亚美尼亚还有纳卡共和国一样被人吞掉了 国际上也没有管这么多 为什么 主要还是在于乌克兰他并没有对他国有足够的利益存在 他本来就是来去制约俄罗斯的一个棋子而已 当乌克兰进行了颜色革命之后 乌克兰的经济等于没有经济可言 既然是都没有经济可言 你请问一下其他国家也不需要你 你本身也没有什么别人必要的存在 那么世界上很单纯 没有一个国家会打没有利益的仗 那么这个就是现实 所以说乌克兰你想加入北约取得别人的保护 前提就是你的保护费有没有交得够 或是你什么资源是我必要的 比如说缅甸 对不对 有没有人去介入的 没有 是不是双亚战争有没有国家介入 没有 谁最后去介入的 只有一个国家叫俄罗斯 所以说他停止打仗 不然亚美尼亚最终有没有可能被亚赛拜然给吞掉 这都很难讲好吗 而讲完这个东西我们画面转一下 在亚洲美国介入南海的事物 以及对台海的无奈 老师只用无奈来去形容了 已经到了难以处置的地步 日本方面当然不希望台海发生战争 台湾被收回 这个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糟的结果 因为如果台湾被收回 钓鱼台肯定保不住 只有台湾人会把国土让出去 那么日本的经济海域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海权的延伸也会有很大的挑战 但其实要知道一件事情 钓鱼台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老师刚才讲 他一直是我们中华民国的 对不对 日本人要来抢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政府还在那边微笑点头 说赞你真棒 对不对 日本爸爸你好棒 所以有时候这让 其实让这种老百姓觉得有点无奈 但是会无奈大概也只有老师这一代的 下一代觉得日本什么都好 对不对 而现在状况是中国的辽宁号的航空母舰的编队 上周已经通过了冲绳与公国海峡的海域 南下航入了西太平洋 再隔一天大概好像是4月5日的时候 美军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的打击群 对不对 又从马六甲海峡进入了南海 虽然他不是第一次的 大概已经第三次了 但是双方的军事较劲 也就有很大的互别苗头 大家王不见王 但是你一见到 那就不一定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大家尽量避免要见到 这是一个默契 甚至可能台面下都已经商量过了 当然在这个部分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经也很现实的是什么 我们目前还不足以单独的去面对中国的解放军的挑战 而中国也抱持观望的态度 来面对台海之间的关系 如果能够暂时不武统不动手 最好就不要武统就不要动手 但是如果真的机会天上掉下来 让中国可以逮到机会 那么也肯定不会放过动手的机会 说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节 为什么 因为他只要能够动手 就可以完成习近平的历史定位 这是必然的 将中华民国彻底消灭 台湾收归版图 老师之所以称为战时 就是一两年之内可能还会看情况 包含了什么 他有个要件就是中国的海军并没有完全的成熟 虽然有人说中国的海军现在像下饺子一样 一刷一刷落水 进箭桥水里面服役 但是他的实力跟他的演练并没有非常成熟 我们从可以看到是说他的飞机飞过来 但是船舰并没有这么样的完整 编队在那边航行 这就可以看到看得出来的问题 那么去年我们所说到台海危机 的确他们已经细思蛋蛋准备是说 随时都要攻台 但是好在特朗普没有去做乐举的事情 如果特朗普多动了一点手 那么我们今天老师就是不知道 还没有频道可以经营的好不好 但是刚刚好美国他也缩手了 中国当然也就不越雷池一步 所以说这国际上是很奥妙的 中国现在海军现在还不够完整 所以说他对付美国的军队也只能用导弹 航母杀手这些导弹来威吓美国跟英国的航空母舰 包含了伊丽莎白女皇号 这些都要挑战他们的威胁都可以防御住 但是再久下去就一定会进行收台 因为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美国的CIA已经失去了成都以及香港的控制权了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是说新疆的江独以及香港的港独 基本上已经完全控制住 所以接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这个枢纽的位置的重要性 新疆的问题在过去的江独事件 恐怖攻击事件 当然大家都知道成都的领事馆里面 他们的CIA去撤动了新疆的暴动 在香港更不用讲 黎智英就是准备去跟CIA合作很久了 不是准备 他已经跟CIA合作很久了 所以说他这次被判有罪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跑也跑不掉 美国就是把你牺牲了 对不对 因为他整个地方据点都被操掉了 那么留你一个黎智英干什么 美国也不欠你 对不对 给你钱赚的 你今天大国的博弈之下 对不起 牺牲你一个香港人 而且你又是华人 会痛吗 不会痛 对不对 所以黎智英他是被牺牲掉了 那么回到台湾问题上 在经济上面 台湾对于中国除了晶片等高科技之外 对台湾对中国并没有存在的必要 除了地理位置跟晶片之外 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各位必须要认清楚我们这一点 从历史上可以看出来了 而晶片的问题 中国大概也可以在三年左右 大体上可以克服 虽然不能说他可以赢过台积电 甚至连跟他比肩都做不到 这是很确实的事情 但是对他们国内要使用的这些需要的供应 基本上至少60%到70% 他可能都没有问题了 那么那个时候 连美国在经济上都有可能会抛弃台湾 顶多麦尼武器 但是经济上不用提 会能够经济上帮助我们台美之间的FTA早就签了 就是因为台湾没有这么好的利益 但为什么还要在经济上抛弃台湾了 因为到那个时候 美国的英特尔 大概也是有一定的晶片的自给自足的能力 这个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老师这个事情是不用预测的 因为美国就已经把这件事情当成国策 美国政府要全力的去发展 晶片在自己制造 自己代工自己设计 完完全全是独立生产跟使用的国策 三年 英特尔绝对有实力去抛弃台机电 甚至可以把台机电买到美国去 然后让他们那边自己生产 说台湾现在高科技的荣井 真的是这么荣井吗 没有这么荣井 没有这么荣井 限一两年可能还可以 谁知道你会不会2023年美国突然研发成功 你都不知道 你说中国研发不起来很正常 但是美国你觉得两年之内或三年之内 英特尔还会毫无进展吗 真的会这样吗 这个很难说很难说 美国取得设备不难 设计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软体是他们的 凭什么他三年之内没有办法达成 晶片晶片的自给自足对不对 所以意思说现在目前台海的问题 不在于军事对抗的损伤考虑 而是在于要怎么样收台湾的民心抵抗 是最小的 当年康熙收台湾 治理上并没有这么顺利 还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为什么 台湾人一直去抵抗清朝的统治 抗争事件 这个是一而再再而三 包含林爽文事件都是一样 后面包含台湾 台湾被日本收走的叫什么甲午战争 日本得到了清朝割让的土地叫做台湾 也是被台湾的百姓去抵抗要命 统治台湾42年换了40任总督 不要说统治上很困难了 你税也收不到 对不对 日本给台湾的建设花的钱又很多 那么花了这么多钱 你税又收不上来 然后你有可能被抗日赛德克巴来 所以是说这个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当时正想把台湾给怎么样抛售出去 可好险没这么做 不然我们可能卖给你法国还是荷兰的 就是在后面二次世界大战 从台湾已经回归了中华民国 那个种族情结也是变成什么 之前是你是中国人 然后你要大清人 你要反日本人 到后来你变成我是日本人 我要反中国人 对不对 那都是有这个状况 到后面变成什么 都变成228事件的产生 所以台湾百姓是一个非常难治理的一个百姓 历朝历代都是非常难治理的 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进来之后 台湾人是顺从的 几乎是没有 各位我们可以看历史上 几乎是没有 完全是没有的 包含了荷兰对不对 你荷兰你就来统治台湾 也被台湾驱逐出去 所以说台湾的百姓统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中国武统了台湾 然后又没有 没有把他处理好自台的方案 然后又被CIA撤反 又引起了新一波的228事件 对不对 你看中国受为台湾 这要屠杀台湾人 国际又说你这个没人权的是不是 你不是被坐实了吗 所以说这样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态 所以说中国对于对台湾武统的难度 不是在于军事上 而是你收台之后能不能治理台湾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问老师 台湾会不会还是一样一国两制 如果被武统的话 老师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一国两制的 为什么 因为香港就是前车之介 对不对 香港就是因为答应了一国两制之后 导致了香港后来被撤反 产生了一大堆的像进入抗议示威 到现在那些港独的黑青自己自爆了 所以说没办法 让他一锅都一勺会了 所以说就变成这个样的状况 之后台湾如果真被武统 很简单一件事情 这个只能一国一制 大概就不会一国两制的 因为武统是打下来的 打下来的叫做征服 不是交接 那叫征服 征服者有对被征服者有绝对的权利 而美国会不会揭入台海战争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美国是没有办法揭入的 是他的武器不够吗 是他的之余后勤不够吗 也不全然是 最重要的还是一句话 就像老师上周讲过的 美国经不起任何一场败仗 尤其是这两年 在美国武艺气还没有恢复之前 美国经不起军事上的任何一切挫败 这个是绝对可以办到的事情好吗 所以是说现在台湾的执政党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他绝对不会去越雷池一步 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宣布什么法力台独 或者是改国号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现在内部知道 有个叫姚家文的 他就要提案说怎么样了 要进入换国号 对不对 当然没有人去支持他 他只能自己讲 就算把他提案了 进入议会了 你觉得会有人投票吗 老师可以大胆跟你讲 过去没有 现在也不会 真的进入表局 没有人愿意投票 也没有人敢投票 连举手都不敢 就包含民进党自己也不敢 为什么 因为举手他们一定赢 人数多 但是你一举手一旦通过 相信老师72小时之内 武统完成 这个没有毛病 这个是绝对可以达成的事情 而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万恶的共产党 他跟我们中华民国在国际上 他是属于内战的状态 你这个也知道吗 内战 内战是他国不可以插手的内战 但是一旦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被消灭 那么内战结束 你的新的台湾共和国 那叫做叛乱 那真的叫做叛乱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既然已经消灭了 那么武统台湾 那个是顺理成章 完完全全的没有什么问题 真的改国号 最开心的绝对就是万恶的共产党 他们的解放军会笑呵呵的进入我们的总统府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好吗 所以是说像这个事情 本来就知道 他就算去提案了 就算进入表决 他也不会通过 为什么 因为执政党自己也怕 那么为什么还要讲呢 明知道不会过你为什么要讲 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讲 各位 因为他要让他的支持者 一直以来 三四十年以来 一直说我们要台独的这些支持者以来 包括他们金主都要给他们交代 我已经提了 对不对 只是我没做成了 那我们下次再来 再接再厉 对不对 你再投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努力看看 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2022年我们又要开始准备选举 选什么 九合一 我们又要选举了 选举这个制度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 享受不到两年的和平 你后面又开始选举 以下选县市长 以下又要选总统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内耗才能结束 对不对 而除了台海问题之外还有南海的问题 最主要的南海的问题还是 最主要还是利益结构方面 这边宣传的这种利益结构的问题 最主要是重叠海域 基本上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 因为如果南海争端解决了 基本上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美国出局了 美国的势力没有办法来进入亚洲了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无论如何 南海的问题都不会再近几年解决 就是台湾被收回了 南海问题也不会解决 应该说他不能被解决 这个问题 这个必然的结果 老师可以预测到说 未来 南海问题真正解决的那一天 必然是中国的海军 他已经成长到 南海诸国、亚洲诸国都已经望之迷奸 已经是所向披靡 没办法抗衡跟挑战了 连美国都得另一眼相看了 还有就是中国还必须向各国去商业出来 原来我们战役的地方 就变成一个亚洲各国的自由航行权 以及亚洲特殊的这些国家特殊的自由经济海域 谁都可以去 只要我们在特定的补到限制里面 谁都可以去 不要在乎什么事情 而中国当然也会保有他沿海的经济海域之外 他一定会在南沙驻军 然后来保持他的一个军事的稳定 那么这样子亚洲的军事争霸就 已经变成中国独霸了 这样的中国会变成什么东西 他会变成了陆拳以及海拳双尿冠军 在亚洲没有人可以挑战他 当中国达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开始酝酿 不会爆发但是他会开始酝酿 但是到那个时候都要准备爆发的前夕 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 现在台面上所有的政治人物 包含普丁包含习近平 大概都已经早就灰飞烟灭了 连渣都不剩了 这件事情第三次世界大战必然是后继之军 继续去争夺地球统治者的宝座 当然以人类的尿性玉石俱粉 这是必然的结果 人类打仗都要求的就是敌我兼败 这个是打仗的一个美学你知道吗 从一战到二战都是这样 一定要找一个大家一起与死网破的打法 而现在对老师的立场而言 台湾能不能产生下一代的总统 才是值得忧虑的 台湾一个除了晶片之外 对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利益的罪恶小岛 国际地位我们连乌克兰都比不上 唯有这个什么 唯有已经消散的纳卡共和国 我们可以引以为戒 因为他的下场就是消灭 至于两岸为什么不能合同 这也很多人问老师 两岸为什么不能合同 他得问谁 不是问老师 你得问总统府里面的华世人 他们愿不愿意 但是至少他们愿意不愿意 老师不知道 但是至少老师表态 老师本身对于合同是不愿意的 对不对 我不愿意怎么样的 为什么我要愿意 有本事解放军你打过来 打赢的你就是新老板 只要解放军能够站在台湾本岛上 老师绝对投降 欢迎你进来 为什么 因为你打赢了 打赢了我当然心甘情悦 纳税服从 你这什么法 我就尊什么法 我受不了我离开 总可以吧 这当然是没有毛病的 但是合同没毛病 这个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中国你不用再想跟毛泽东一样 空手套白狼 再从中华民国的手上 把最后一块土地给逃走 对不对 研究历史就知道 毛泽东他连枪都不会开 但是抗日也抗不好 全部都是两届次打下来的 空手套白狼 直接给他一锅端 当然你说 世界是百姓去决定谁要当皇帝的 当然也是 所以说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当成的皇帝 你要让台湾人相信你是皇帝 相信你可以统治台湾 你什么也不用讲 解放军你派过来 你能够站在总统府前面 大家服不服都得服 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吵什么多都没有意义的 好吗 好 看各位什么问题